当你看到詹姆斯·哈里森的照片时 你可能会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但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老人 实际上拥有一个让人惊叹的传奇故事 他于1936年出生于澳大利亚 但他的命运从出生时就注定了他不同于常人 故事要从1951年说起 14岁的詹姆斯经历了一场大病 急性呼吸性疾病使他不得不接受肺炎切除手术 而手术中的失血危及了他的生命 医生不得不输入大量的血液 总共输了13公升的血才让他苟延残喘 但这场手术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而那些无私奉献的献血者才是让他幸存的真正英雄 年少的詹姆斯立志要成为一名无私的献血者 并坚定的誓言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955年 达到献血法定年龄后 詹姆斯立刻去了献血站 那一线居然让他成为了一位献血史上的传奇 63年如一日坚持献血挽救了无数生命 他18岁那年 詹姆斯如愿以偿去献血了 可谁知道 他的血液里竟然有一种魔力一样的东西 可以救无数患上阿瑞齿容血病的小婴儿 那时候 容血病可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孕妇和新生儿都因为这种病而失去生命 原来当孕妇和胎儿的血型不同的时候 孕妇体内的抗体会攻击胎儿的细胞 让小宝贝们受到严重伤害 甚至丧命 可是 詹姆斯的血液中竟然有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特殊物质 此外澳大利亚境内像詹姆斯这种抗体的血液 只有0.0002%的人拥有这种特殊血液 等于只有不超过50个人有 詹姆斯和医生们展开了合作 利用他的特殊血液研发了一种 叫做anti-D疫苗的东西来预防RH容血病 凭着这项研究 他们拯救了200万以上的新生儿 就连他自己的孙子也得以平安无事地成长 詹姆斯的功绩不仅仅只是救了澳大利亚的宝宝们 从anti-D疫苗发明的那一刻起 全世界的新生儿都可以免于RH容血病之苦 然而 詹姆斯的身体并没有自己产生这种抗体的能力 因此 他需要每三周接受一次捐赠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继续生产正常的血液 意识到自己的血液可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詹姆斯开始积极地捐献自己的血液 并陆续捐献了超过1000次血液 每次捐献约为500毫升 然而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科学家才刚刚开始研究RH容血球蛋白 当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来保存詹姆斯的血液 这代表 在远处或是其他国家没办法接受到詹姆斯的帮助 因此他不得不经常旅行 亲自送他的血液到远离家乡的患者身边 他甚至飞到了美国和瑞士 帮助治疗那些无法获得所需血液的患者 更令人惊讶的是詹姆斯长期以来 一直习惯每一到两个礼拜就去捐血一次 然而 詹姆斯说他从来都不敢看针头 他害怕看到血的颜色 也很怕痛 尽管如此 詹姆斯已成为捐血最多次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 捐血次数已超过1000次 并因此赢得了黄金手臂的称号 60多年后 2018年5月11日 詹姆斯紧紧掖着手臂 瞪着墙壁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看到那尖锐的针头刺入他的皮肤 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尽管60多年来 他每隔两周依然会来到这里 献出一小部分自己的血液 却始终无法克服对针头 对血液的畏惧 在他身后 四个银子的气球上面写着一个特殊的数字 1173 这代表着詹姆斯独一无二的贡献 他已经献血1173次 成为了金氏世界纪录中献血次数最多的人 然而 对于他来说 这并不是一场冒险或挑战 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这一次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献血 因为年龄渐长 身体也逐渐无法承受 然而 他并没有遗憾或失落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 当他缓缓地起身 许多怀抱婴儿的家长纷纷向他走来 向他致以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他们看到詹姆斯的伟大 不仅在于他的特殊血液 更在于他持之以恒地 为社会付出一己之力 捐血是一件非常重要 且有意义的事情 他不仅帮助了需要血液的人 更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他的无私奉献精神 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值得我们深深地赞扬